各位菩萨大德 各位师兄 师姐 大家阿弥陀佛 那很高兴呢 可以跟大家讲观音的法门 那修学佛法的道路呢 基本上是不离开信 愿 行的 就是生性 法愿跟例行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 就是观音法门的心愿行 这个心愿行呢 又称为往生净土的三资粮 什么是资粮呢 资粮就像是我们要出门 我们要带饮水 带食物出去 资粮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呢 不只是修行观音法门 或者是修行任何的佛法呢 我们这个信愿行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呢 我们首先先来谈一谈 什么是信 要说信之前呢 首先我们先要讲信的重要性 在《华言经》里面有提到 信为道源功德母 长养一切诸善法 断除以往出爱流 开示涅槃无上道 在这里呢 就说明了信的重要性 可以说呢 这个信啊 它可以生出一切的善法 这个善法呢 不是我们一般做好人 做好事这种善法 而指的是呢 我们如何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 然后呢 最后呢 可以让我们慢慢地解脱 成就佛道 达到涅槃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信呢 是我们从初发心开始学佛 一直到最后呢 成就佛道而成佛呢 都是一样的重要 刚刚呢 已经说明了信的重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什么是信 在《成为事论》里面有说 云和为信 云实德能 生人乐于心境为信 这里提到的实德能呢 就是信的三种根本要素 一个叫做信实有 第二个是信有德 第三个是信有能 什么是信实有呢 就是真实的相信呢 真的有佛菩萨的存在 像我们修观音法门啊 就是相信呢 有观星菩萨在 然后接下来呢 信有德 信有德指的是 我们要相信呢 佛菩萨真的有这样子一个德行 他能够救度我们 他所发的愿力呢 都一定会承诺他的诺言 这是信有德 像观星菩萨啦 我们要知道他过去呢 已经成佛了 但是他因为慈悲 明明我们的关系 所以呢 倒架此行 来救度我们这些众生 我们要相信 他有这样子一个德行 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 那第三个叫做信有能 这个有能呢 就不是指佛菩萨的能力啦 指的是我们自己 要相信我们自己呢 有能力修行 而且呢 有能力可以请得动呢 佛菩萨来帮助我们 当然啦 这个有能力啊 不是我们坐在那边 说啊 菩萨你保佑我就会有能力了 当然要靠我们的修行啦 那现在大家呢 在这里面集会 一起共修 专心的 一起来修行 这个就是我们呢 在累积我们的能力 所以信实有 信有德 信有能 这三个呢 就是信的三个基本要素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子呢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 具足这个信心呢 的阶段 我们常常听到呢 很多人呢 都说我很相信佛菩萨 但是呢 要他们呢 完全没有疑惑的 就这样子很相信佛菩萨 这是很难的 除非呢 像一些 已经呢 事实上他过去已经成就的菩萨大德 或者呢 是一些呢 修行已经很好的人 那在他们呢 修行的过程当中 就自然而然的 就很相信佛菩萨了 那一般的人呢 是很难的 一般来说呢 信心呢 会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呢 叫做信心刚升起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也就是我们开始 具足信心这样子一个阶段 这个信心刚升起的时候呢 就叫做信根 那第二个阶段呢 信心已经具足的时候呢 我们就称为叫做信力 前面呢 我们就称为它叫做信根的阶段 后面呢 我们就称为它叫做信力的阶段 在阿含经里面有说到 何等为信根 若圣弟子 于如来发菩提心 所得尽信心 是为信根 这也就是说呢 这些如来的弟子们呢 在佛的面前呢 发起了想要修行 想要成佛的这个心呢 这样子一个根本的心呢 就是呢 叫做信根 当然啦 信呢 可以随着我们修行呢 慢慢慢慢的被培养 成长 再慢慢的呢 成就 那这个时候呢 就称为叫信力 信力呢 在龙杖杂寒经里面的 卷二十六有说到 于如来所起 信心 深入坚固 诸天 磨 犯 沙门 婆罗门 急于同法 所不能坏 世民信力 信根跟信力啊 就像是一棵树 当我们要开始种树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呢 从种子开始种期 这个信根呢 就是我们在培养这个种子 开始呢 要好好的照顾它 生起了根 这样子 这就是信根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在培养 这个信心的一个阶段 但是呢 当我们慢慢的 让这个种子长大了 长成了小苗 这就是我们在培养我们的 信的阶段 最后呢 它长成了大树 能够遮风避雨啊 这个就叫做 信力的阶段 因为它有力量了 那这个时候呢 诸天磨外道是不能够侵犯的 也就是外面的 邪魔外法啦 一些其他的不正见的东西呢 都不会侵犯到我们 我们有力量去破灭 我们的这些烦恼 最后呢 我们就能够成就 这就是所谓达到了 信力的阶段 所以说呢 信根跟信力呢 并没有说谁好谁不好 这个树啊 的成长 两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的信心的培养 这两个阶段也是一样重要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呢 这个修行 这个信心呢 要注意的事情 所谓呢 有信无智 增长于吃 这就是讲到啊 信呢 有正心跟迷信的区别 信呢 一定要修得有智慧 这个才是正心 否则呢 就是迷信了 那怎么样子呢 才信的有智慧呢 只有三点要注意 首先呢 跟这个佛菩萨学呢 除了呢 要对他有信心之外呢 最重要是要了解 他教了我们什么 他教我们如何呢 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深入去理解他们 事实上呢 我们在看阿罕经 过去的佛陀 对他的弟子都要求啊 你不仅要信我啊 不仅看了我要相信我 更要什么呢 去了解 我在教你什么 你要去实践看看啊 有用没有用 有问题你要对我提出来啊 这个呢 才是呢 真正的对佛陀的信心 现在呢 我们在跟善知识 学习佛法 也是一样 要去理解 善知识教我们什么 那我们要去实践看看啊 这样子呢 才是真正的信心 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信心呢 并不能够 一味的追求神通感应 比如说呢 这个佛菩萨 有加持 我有感觉到加持 这个我就会有信心 结果下次 他不加持了 我就没信心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信呢 是带着贪嗔痴的 因为我有求嘛 我求感应 求神通 求呢 佛菩萨给我们什么 那这个呢 都是属于迷信 而不是正信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呢 信 但是呢 当呢 他们要告诉我说 要做一些违反 根本戒律的事情 那我就不能做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 什么叫根本戒律 比如说杀身啊 偷盗啊 邪淫啊 叫讲谎话啦 或者是做一些迷乱自己的事情 这些都是佛教的根本戒律 这是不能触犯的 当有人呢 说啊 你要相信 但是你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在佛教里面呢 是不能够违反这个根本戒律 那告诉我们的人 要我们这样子做的人呢 我们就要怀疑 这是不是真的善知识 所以说呢 这样子一个修行呢 就是呢 修这个信心 这样子的修行 也就是我们称为的正信 这个正信呢 才能够带我们呢 脱离苦海 那今天呢 很高兴跟大家讲完 修行观音法门的 信 愿 行 的信心 我们希望呢 下次能够跟大家 再持续讲愿跟行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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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